大家好,我是张小妹 今天用一块豆腐三个鸡蛋 分享一道简单的家常美食 先把豆腐切成块 对角切一下,切成三角形 准备适量的淀粉 放入切好的豆腐块 均匀的裹上一层干淀粉 碗中打入三颗鸡蛋 搅散后浇在豆腐里 轻轻的晃动盘子 让豆腐块均匀的裹上一层蛋液 我们再准备一些配料 切点葱段,蒜末 准备一些青红椒 切成轨道块 接着再调个料汁 适量食盐 一勺白糖 适量生抽 少许蚝油调味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锅中多倒些油 放入豆腐块 用小火慢煎 煎至一面定型微黄后翻一下面 煎至豆腐两面金黄后 控油捞出 锅中留底油 放入葱段蒜末炒香 加入一勺豆瓣酱炒出红油 加入半碗清水 倒入炸好的豆腐块 提前泡发好的木耳 倒入我们调好的料汁 小火煮一分钟左右 让豆腐入味 倒入青红椒 少许水淀粉勾芡 收干汤汁即可出锅 豆腐这样做 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 开胃又下饭 感兴趣您也试试吧 下 om pulled out 水淀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